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吊死鬼找替神 有这么一个普通的村庄 那村子东边呢 有一片树林 村子里边长着一棵大榕树 那有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呀 足足有两米多块 这棵大榕树呢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 那自然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空调 浓密的树叶子 就像是一把大伞一样 把大太阳全都给遮蔽了 所以一到了夏天的时候 村子里边的男女老少 全都到这个大榕树下边来乘凉 这个村子原本叫做小猪庄 那就是因为呢 这有有几百年的历史的大榕树的原因 后来人们就习惯了 就管这村子叫做榕树村 听村子里边的老人说 那个树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枝呀 伸出树干 因为高度正好 又有很多想不开的人来这个地方上钓 据说在文革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人 原本好好的突然之间就疯了 根据他家里边人说 这男的那天出门回来的晚 路过那大榕树的时候 看着有几个伸着长长舌头的吊丝鬼 就那么吊在那树上 那男的当时吓得撒嘴就跑 回家之后就疯了 嘴里边还一直念叨着呢 吊丝鬼 吊丝鬼 有好多吊丝鬼 从那之后 大家对这个林子里边的这棵大榕树 也开始是敬而远之 有好几次都想把它给砍了 可是县里边说 这是有历史的东西了 不让动 所以呢 也就没砍 有一个叫做东梅的女人 父母包办婚姻 嫁给了榕树村的二牛 东梅呢 平时也是不爱言语 但是他很能干农活 那是干农活是家里边的能事 夫妻俩人经常吵架 那天啊 因为个鸡啊猪啊什么的生了点气 二牛赌气 一个人喝完了闷酒 早早就睡下 这孩子们调皮啊 一直折腾到了深夜 正当东梅跟孩子们准备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外边的狗叫了 东梅推了几下的二牛 你听 外边有人喊 有人喊门呢 就听到外边有人说了 二牛媳妇快开门 二牛媳妇快开门 二牛可能是因为白天干活比较累 加上喝了点酒也没醒 东梅就把自己搁的衣服穿上出去开门去了 就见到一个白衣女人站在门口 白衣女人说 二牛媳妇啊 我是邻村的 刚才过来啊 有个戒指掉在东树林里了 你帮我去找找吧 遇着到这种情况呢 那按理来说任何人都不会去 可是东梅也不知道是咋想的 他就跟着这白衣女的走了 正走着走着的时候 快要到了那次东树林了 村子里边一个夜晚椒田的人正好看着他了 那人就问了 这真晚了 碧妹啊 你干啥去 东梅用手指着前面的女人说 她让我帮她找找戒指 她的戒指掉在东树林了 那人就问 哪个人呢 就顺着东梅手指的方向看 啥都没有 那个人感觉到东梅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了 硬生生的把东梅给拽回家里了 这东梅回到家里边之后 就开始两眼发直 他嘴里边还不断的说着胡话 一边念念着 戒指 戒指不能丢啊 戒指不能丢啊 戒指可不能丢啊 家里边人就开始给他寻医问药了 找什么大仙什么的 但是也没见好 那突然之间有一天 他发现失踪了他 等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掉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身子早就已经凉了 听说了这棵 榕树上已经掉死了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女的 那其实就是丢了戒指 跟家里边人发生了点口角 然后掉到树上面自杀去 后来呢 还听了人说呀 因为这榕树是巨阴的植物 同时也是灵界朋友的最爱 再加上那棵树的时间长了 有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巨阴地 导致在附近的那些个鬼魂都聚集到这儿来 海西哥在这里边吊死的人 那魂魄就容易被这阴气所吸引 就迟迟地不愿意去投胎 所以呢 就导致了这怪事连理 后来那棵大榕树呢 是没了 但是前不久的一场大雨里边 把一道闪电给劈中了 直接呢 就就着火光给烧没了 村子里边人都说呀 这是老天爷在捉妖捉鬼呢 好了 这就是吊死鬼找替事的故事